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买了一把铜号 准备用它来做一个营养美味的早餐饼 先把铜号的根部切掉 放进盆里,用清水多淘洗几遍 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来 然后把控干水分的铜号切碎 装入一个大盆中 洗净的小葱对半切开 再切成葱花 倒入盆里 接着在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盐 麻辣鲜 调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放 充分的搅拌均匀就行了 然后分次加入适量的面粉 每加一次都要充分的搅匀 面粉主要是起到粘合的作用 加太多了吃起来口感花硬 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的菜肤就可以了 电饼铛开小火预热 在底部刷一层油 把菜肤倒进来 开小火中间才有足够的时间 将菜肤摊平 接着撒一些白芝麻蒸香 选择大火先烙上三分钟 菜肤丁心以后在上面刷一层油 建筑一个盘子 拖起底部给大饼换个面 继续烙上三分钟 中间用铲子转动 使生胚受热均匀 时间到了再次画面 哇 好香啊 新手的话可以用铲子按压 立马回弹就可以出锅了 先用刀在中间切开 再切成小块 好方便食用 咱们的铜号鸡蛋饼就做好了 铜号是粗纤维蔬菜 也有助于消化 清肠排毒的功效 平时呢 可以给家人孩子多吃一些 营养又解餐 做法特别的简单快速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帮忙转化收藏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